來到北車大廳內 2024台灣世博會北區上 可以看到現場有許多的攤位 不過仔細看這些攤位主打的色調 都是以藍白色調為主 上頭搭配翔雲圖案 甚至發出黃色的光芒 不少網友說 難道今年的主題主打靈塘風嗎 因為路過北車都有種奇怪的感覺 市集現場人潮真的好多 夏季到來辦理各種活動 有吃有喝有玩 民眾臉上笑容藏不住 不過網上瘋傳 今年市集的攤位風格 設計上很像林塘風 有網友說蠻有特色的 其實更像夜市 還有人說突然想對店員鞠躬 真的有一點像 所以我特地來上來看一下 是不是如此 從照片上看起來蠻像 但是進來好像還好 蠻有特色的市場感覺 有一點點 但是實際觀感覺 沒有那麼的像 就還行 就人潮蠻多的 這場活動展示全台各地美食 包括花蓮原住民美食 馬祖咖啡和潮州縱 現場還設計一座橋 宛如奈何橋超級吸睛 兩天的快閃活動 第一天就突破2.5萬人流 遠遠超出預期 而今年的設計主題 原來別有用心 是以海衛市集來做出發的 我們就是以海洋來出發點 那我們都知道海洋是以藍色 還有包括白色的海浪 我們去做一個結合 另外來講我們的整個布置上面 也結合了我們的宮廟文化 設計師這樣發想出來之後 也確實引來了更多的人潮 展場設計人陳青 這不是林堂風而是宮廟風 不過不論是林堂風 夜市風還是哪種風格 都成功創造話題吸引遊客上門 東森新聞嘉欣和范宇翔 台北報導